988聚焦东盟 欢迎来到4月2号星期五的直播吧聚焦东盟 哈喽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带你关注今天的头条看点 印尼日前跟日本举行了2加2会谈 表示要加强双边的安保合作关系 同时也签署了一项促进双方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的协定 根据了解印尼跟日本是在2015年12月创建这项2加2会谈 这一次就是第二次赵该会议 又落在区域情势紧张的时候 所以是格外的受到注目 会谈之后双方就发表了联合声明 强烈反对中国任何会升高区域紧张的行动 并宣示强化合作 避免中国片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 同时也宣布将会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印尼智库安全与战略研究院的共同创办人凯鲁尔就分析 印尼跟日本的联合声明是释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 印尼会坚持拒绝跟中国协商纳土纳海域的主权 那这就说明了面对美国和中国在南海对峙的情势 印尼是持续坚持不选边的立场 而是跟区域内的国家合作 而日本就是印尼的重要伙伴 其实印尼它也并不是南海主权争议的声索国 但是中国之前就宣称 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落在中国的九段线范围内 中国有权力捕鱼 所以多年来也常常会有中国的渔船和公务船 闯入这个海域引发印尼抗议 中国方面就要求印尼一起来协商重叠海域的问题 而印尼方面就一再强调 中国的九段线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印尼方面也多次致函联合国表明 他们不接受中国九段线主张的立场 同时也明确的拒绝中国要求协商的想法 接着我们来关注缅甸的局势 缅甸军方宣布把全国范围内停止军事行动的执行期限 再延长一个月到4月30号 军方就表示延长停火期限是因为国内即将要迎来泼水节 同时也呼吁各方在这期间要继续努力争取永久和平 根据了解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至今两个多月 至少520人丧命 联合国安理会就为此召开了会议 其中缅甸事务特使伯格纳他就警告 缅甸恐怕会迎来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镇压 他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至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他就表示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他说作为邻国 其实中国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缅甸的局势发展 未来也会继续跟各方保持沟通 另外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就透露 有医护人员在前线试图为民众进行治疗的时候 被逮捕恐吓和伤害 他们就强调卫生工作者永远都不应该成为目标 他们应该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进行人道援助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昨天的愚人节你有被什么恶搞的产品给雷到吧 在新加坡就有牙膏品牌宣布推出麻辣口味的牙膏 据说是用干辣椒跟花椒制成 而且它跟火锅一样有分三种的辣度 刷了直接让你提神醒脑 而知名的三明治品牌就宣布推出咸味的曲奇饼干 包括有火腿玉米口味 牛油果甜菜跟萝卜口味 以及灯笼椒的口味 虽然说这是一个恶搞的主意 但是不少网友都说挺健康的呀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不过由于目前全球依然是被官兵疫情笼罩着 谷歌今年就决定要继续取消愚人节玩笑 这已经是该公司连续第二年取消这个传统 其实谷歌的愚人节玩笑向来都是非常有创意 包括之前有什么人类定居火星计划 用谷歌地图来寻宝以及谷歌动物繁益等等 每一年都是格外引起大家期待的 而事实上Gmail也是在2004年那一年的愚人节宣布推出 但是这个并不是玩笑 头刀看点今天就收到这里 我是辛迪亚新锐 去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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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星期我们迎来了新的单元 要带你去东游 是不是很想念出国旅行的感觉呢 尤其这个时候刚好就碰上了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 那看到樱花呢就一定要去日本吗 其实不一定哦 相信你最近呢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被马来西亚樱花给洗版了 但其实亚洲呢有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新加坡还有泰国等等都有哦 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 因为我们接近赤道的关系呢 是不适合种植春天绽放的这个樱花树 所以呢 你在国内看到的其实是风铃木 每年的三到四月或者是八到九月都是风铃木的花开时节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风铃木呢 它的花期非常短暂呢 其实盛开几天之后就会凋谢了 很多人都希望呢 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去拍几张的美照 所以呢 这也让新加坡有几座有风铃木的公园火了起来 看到照片呢 这个树下铺着掉落的花瓣 形成一条粉色白色的这个花路 是非常梦幻的一个景色 那我们其实也不需要羡慕新加坡的朋友 因为呢 我们这里也有啊 吉隆坡市政局呢 最近就上载了一组超微美的花景照 就透露呢 其实在吉隆坡 我们有1万棵的这个风铃木 在Jalan Klang Lama Jalan Kuchin Jalan Street Pemaisuri 以及Jalan Metro Prima Kepong 等等这些地方 都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色 完全是不比国外逊色的哦 另外有很多网民其实也反映 在吉打的双西大年 荣佛 侍乃和嘉亨 仪宝的万里望 以及槟城等等 很多地方也都拍摄到了风铃木的美照 那其中槟城呢 未来即将会有更多地区会迎来风铃木 民导市政厅就计划 在未来五年全力打造大马的第一个赏鹰圣地 并且种植33333棵的树木 其中呢 就会有333棵是风铃木 那刚刚介绍的是 我国跟新加坡的这个风铃花田嘛 其实呢 在泰国的农业大学 风铃木也一直都是当地的著名景点之一 每一年也会吸引非常多的游客 前去赏花游玩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农业大学不开放实体赏花 而是改为线上云赏花 只要上到YouTube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呢 也可以直接对比看看 诶 当地的这个风铃木 跟我国看到的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告诉你 其实泰国的品种有很多 包括在这个泰国青迈跟青莱山区 就有花旗木跟虎皇后 都是跟从日本引进的日本樱花 混合种植而成的 俗称泰国樱花 未来有机会的话呢 真的可以去当地见识一下 而说到樱花呢 其实我们也会直接联想到日本嘛 但是你知道吧 其实世界上最大的樱花园 是在中国 就在福建龙岩的永福樱花园 这里呢 是有高达十万株的樱花 盛开在五万亩的土地上 风景绝美 而且呢 却也曾经吸引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跟央视在这边取景拍摄 好了 我知道你听到这边呢 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出国了 所以未来开放旅游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计划来一趟赏花之旅 好了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看花 或许你喜欢一些动态一些的活动 那可能泰国的这个活动就适合你了 最近曼谷街头就掀起了很特别的玩滑板热潮 可是滑板一点都不新鲜嘛 那这些人呢 他们是穿着传统的泰国服装来玩滑板 这个新旧结合的概念是够创意了吧 那这个呢 其实是泰国文化部上个周末 在曼谷的一个岛屿上举行的 Ratana Gold Surf活动 是巧妙地融合传统文化跟玩滑板的潮流 其实我想呢 我国当局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建议 就是可能我国的各民族啊 可以穿着传统服装 像版主们来又旗袍还有Sari等等 来进行一些潮流的活动 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当局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这周东盟的去东游就说到这里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